懶得绕上一大圈逛大卖场买东西吗 拿出手机滑一下省时又省力 代购人当场直接帮你买好送到家 那就麻烦帮我做个签收 好谢谢 看准华世代的商机 上班族忙到没时间出门购物 各家卖场摩拳插掌推出购物APP 只买一家还不够 业者推出代购各大卖场商品APP 上市大润发 加勒福美式大卖场都买得到 而且号称一小时就能到货 让下了班还得回家煮饭的职业妇女 不用到卖场趴趴走 也能及时买到新鲜食品 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之前有测试过 基本上一个人出去买要三个小时 那用我们平均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不管是番茄还是香蕉 在购物APP都能直接买 大润发宇佳乐福也推出购物APP 除了名声必需品买得到 更有指定品牌限定优惠 吸引消费者抢好康 因为我卖场自己本身就有进口 国外的零食泡面跟汽水 那相关的折扣都可以下杀到六到八折 所以民众其实在家滑滑手机 他就可以下单 经济不景气 消费者网购也要精打细算审核包 网购除了运费也有金额门槛 像是大润发费会员未满一千五百元 运费着收一百元 加了福结账未满八百元 同样也是收一百 而代购业者则是寄出六九九元免运费 加上不论多少代购费只要四十九元 还能省下卖场动辄上千元的入会费 吸引想省钱省时间的顾客 我喜欢用 因为台风天不用出去还蛮方便的 华世代也划出好业绩 业者脑筋动得快 透过电子商务 让消费者省了荷包 业者赚进新商机 记者张士奎何卫伦台北报导